你 气死我 大胆了 明明知道我们七香姐脾气不好 还敢招惹 到底是谁啊 就是你 我 我不过才进宫走一趟 那些丫鬟太监之间的长短是非 听着真叫人生气 他们说什么 你还问 原来是说福晋和四叶的暧昧啊 还说 外面说的还不够啊 好了 七香 你就饶过顺儿吧 德飞娘娘不是已经明令 谁乱讲口舌必受重罚 他们竟然还继续说长道短 怕是非传不出去一样 所以才叫风言风语 流言就像风 你抓不住他 但他就一直围绕在你身边 流言止于智政 风总有一天会停的 好了 七香 别生气了 去做饭吧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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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吧 你也会有什么感情 也是 如果我的印象会为这捏造的事生气 我才奇怪呢 那你为何愁眉不展啊 我就是在想啊 他们为什么要最近心思 就伤害不了我们的事情 是不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管管小人心思 只要我们夫妻同心 定能跨过 但恐怕 这只是个开端 是 你 是 是 知道外面人怎么说吗 说 爷 宁愿去宠信人家妻子 也不愿意面对自家附近 不要再说了 姐姐 你不生气吗 起初 不 我以为爷淡泊感情 我也接受了 没想到 原来他心里一心想着别人 你知道 他知道于宁有危险 连命都不顾便去找他 姐姐 你说 爷可曾这样对待过我们 我们做福尽的 只有管好自己的份儿 爷的事情 不需要我们过问 姐姐 请先冷静一下 这一切事出突然 这还没有查清楚的事 就不能乱下定论 说不定啊 这都是一场误会 误会 事到如今 你还替那于宁说好话 我们是四爷的福尽 你却替外人说话 你是不是受了他什么好处 我 姐姐 这就是自家福尽的事了吧 你闹够了没 不许再提外面的事情 为府里添烦添乱 难道你们真的能忍受得了这口气 好 你们忍得了 我可忍不了 爷 你 成何急走 都是姐身持家不利 还望爷恕罪 是姐身率破的 外面流传着爷的流言蜚语 姐身按耐不住怒气 还希望向爷问个明白 请爷给我们个交代啊 我无需向你交代 可是外面都说 快别说了 哎 我 热 中文字幕 四爺 对不起 我爱的人不是你 我不能接受四爺的爱 这一次 我绝不会轻易地放开你 你放开我 明慧见过十三伏计 也不知德妃娘娘 叫明慧前来查据所为何事啊 可能娘娘也是为了最近 这宫里的流言蜚语而烦心吧 想让明慧这没事人 来为她解解忧 你说呢 妹妹 谁才是没事人 大家心里都清楚 谁人搬弄是非挑拨是端 终有一日会水落石出 妹妹 姐姐当然相信你的清白了 可是外面的人可不一样 她们哪里像姐姐这样明辨是非呢 封平这回事啊 就像琉璃一样 毁了就是毁了 补补回来的 云宁只相信一件事 轻者自轻 好一句轻者自轻 云宁与四哥的确清白 即使姐姐不相信云宁 也应该相信四哥 要不是你一直勾引眼 也能对你念念不忘 这里是在长春宫 岂容我们生事 四福建 对不起 此刻云宁知道说什么也没用 但是云宁一定会找出 制造事端之人 以正清白 你们都来了 本宫今日召各位福建 前来查据 为的是希望 日后大家在宫中 能够和睦相处 近日宫中流言太多 本宫不希望因为这些流言 影响了大家的和气 本宫已将流言散播者找出 并严加惩处 本宫也希望各位福建 能够谨言慎行 以身作则 为后宫树立好的榜样 本宫的意思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